我們看看這條題目 這條題目是JSM2016MC的第32條 這條題目有幾樣東西是會考到同學的 方均根電壓是240V的時候 最大的方均根值電流就是13安倍 會有方均根值電流這個概念 我們先做一點重溫 因為在交流電的情況 電數值是會不斷改變的 其實這個情況就是 當它說方均根值 即Woodmeat Square是13的時候 其實最高電流值已經是13成開方2 這裏重溫就是方均根值的電流 其實會等於最高電流除開方2 好了 但是我不會以為答案就是開方2 原因就是當它是平均值是13A就會用的時候 因為其實保險絲會用解 不是因為那一刻電流大 整體的熱效應高 它才會用 可以嗎 可以嗎 再講一次 即是說 如果你是有一段時間 你是高於13A的 不要緊要 拉雲來計 它不要高於13A 因為保險絲用 是用它值熱效應來用的 所以其實保險絲多少電流用解 是幾大電流會用 是提電力量的 是高於13A 是拉雲來計算是13A 所以如果你用了直流電的話 不管你多少V的電壓 你的溶解的電流都是13A 這個考了一個觀念就是 保險溶解是用整體熱效應 所以保險絲是幾大電流會用 是直接看當時的電流的幾多 如果交流電的時候 就看風直電流 不是看P current 是看Wood mean square current OK 但是C 這條是正確的 OK 好